大家好 我是德哥 一个专注分析德云社的男人 快来订阅YouTube德云那点事 了解你不知道的德云社吧 探索相声演员背后的故事 到底怎么解决这种事情呢 1月11日 一位歌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控诉 称德云社盗用自己的音乐作品 而事情的起因 就是马伯曾经的成名曲《菊花爆满山》 这首歌早在2012年就发布了 而其中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洗脑的歌词 很快就火遍了大江南北 而从马伯花的文章可以清楚地得知 德云社一开始选择这首歌的时候 可能就是无意的 但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在过去的几年里 德云社很多次在上演的过程当中 演唱过这首歌曲 为此很多人误以为是德云社的七对对歌 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马伯才决定告他 明明是自己的原创歌曲 为何不明不白的却成了别人的东西 而那时的马伯心里还在想 德云社人这么多 总不至于这么不讲信用吧 可当他联系不上德云社的事 他才知道这一切都是没用的 不告就以知寝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郁云鹏唱五环之歌 被告金泉 被指改编 牡丹之歌 郁云鹏的大火全靠这首洗脑的神歌 而这首歌不仅多出现在舞台上 就连很多影视作品也经常出现 虽然 是郁云鹏写的 但他的曲子却是来源于蒋大为的牡丹之歌 而郁云鹏只是把词给填了上去 所以才会被告上法庭 好在最后被判无罪 而郁云鹏也曾在舞台上唱这首没有改编过的牡丹之歌 随后当郁云鹏去给蒋大为赔礼道歉的时候 他还说 要不要再改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显然 蒋大为是原谅他了 其实不管是郁云鹏亲拳还是德云七对亲拳 德哥相信他们一定会拿出自己的态度 不管是哪一首歌都要先买个版权 或者提前打声招呼 而最后的最后 我们也一起期待德云社的回应吧 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此事 我是德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